HKG報今日推介 和大家討論歐盟對中國電動車正受懲罰性關稅 惹來多國群起反對的瘋狂行為 美國及歐盟早前分別表示 中國製造的電動車受惠於不公平的補貼水平 對歐盟的汽車生產商構成威脅 歐盟委員會昨天6月12日終於出手 宣布下月起將向中國電動車加升額外最高38.1%的臨時關稅 雖然歐方表示已經與中國當局聯繫 探索解決問題的可行方法 但如果討論未能達至有效的解決方案 新稅率將會由下個月的4日起生效 對於這種保護主義行為 中國商務部批評歐方製造並升級貿易摩擦 是以維護公平競爭為名 行破壞公平競爭之實 是最大的不公平 更敦出歐盟立即糾正錯誤的做法 切實落實近其中法歐領導人三方會晤達成的重要共識 通過對話協商妥善處理經貿摩擦 多國亦對歐盟徵修懲罰性關稅非常有意見 歐盟成員國的德國和瑞典都不贊成 匈牙利經濟部更指出保護主義不是解決的辦法 至於非歐盟成員國的羅威亦說不會跟隨歐盟這項措施 有歐盟官員指出 德國政府曾向尋求連任的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施壓 要求叫停相關的反補貼調查 不過並未臭效 而作為德國三大汽車公司之一的保馬 集團董事長更形容這是錯誤的決定 將會損害歐洲企業和民眾的利益 保護主義會帶來連鎖的效應風險導致孤立 無助於在國際市場成功競爭 而另一汽車公司大眾亦表示 對歐洲目前皮軟的電動車需求並無益處 翻查資料 目前歐盟對所有中國電動汽車徵收10%的關稅 嘉靜這批反補貼稅將會令中國電動車出口 拿去歐盟的關稅成本增加至27.4%至48.1% 其實對華電動車徵收懲罰性關稅 最終的受害者真的會是中國嗎? 正所謂羊毛出在羊身上 增加稅率其實最終都會轉嫁消費者 這麼顯錢的道理 難怪嘉靜關稅新聞一出就立即被某民諷刺 倒不如瘋狂加稅吧 讓有錢人為國家的庫房做多些貢獻 據悉 嘉靜關稅之後 預計每年可以為歐盟帶來 預20億歐元的額外收益 這樣一來 大家都應該知道 歐盟所講保護歐盟汽車生產商 不過都是為了賺取利益的藉口 有賺取利益的藉口